台电公司在2015全民节电系列活动中 首度举办国民中学节电戏剧竞赛 开放全国各公司立国中的学生组队参加 经过专业评审团出审之后 共有15组队伍进入决赛 9月12号当天在国立台湾图书馆国际会议厅 进行决选并公开演出 我们的那个主题就是尼样岛 那尼样的部分就是我们通宵以前的旧的名字 我们想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店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吃店主 然后跟我们岛上的居民去做一个对立的 那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呢 就是会让孩子们知道说如何节约用电 就是想到什么冷气的话 就开始想到什么26到28那个热舒适度这样子 对啊然后一下要想到说插头怎样 看到插头用太多就给它拔掉这样子 决选当天每组参赛队伍无不使出浑身结束 在舞台上尽情表演汇洒创意 不仅见到国中生们在不仅道具以及整体造型上的用心 各组都将正确的节电习惯与方法融入剧本中 以生动活泼的演技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民众了解节电的重要性 我的看法我觉得这次表现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很好 现在的学生都很活泼 那很有创意 然后也能够把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些随手可看到的一些东西 融到在他们的这个剧本里面 然后让这样子台电要去发挥说要节电 不会流于是一个口号或是一个很空洞的一个广告这样子 本次节电戏剧竞赛最后由台中华盛顿高级中学国中部 所演出的电趴你的浪费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 透过戏剧竞赛的筹备与演出 相信在国中生的心中以及买下节约用电的种子 未来也能将剧中节省电力 真心能愿的各种做法进一步落实在生活中 陈提宇李俊杰 新北市报道